在空中静止的气球落下一丝块 但五秒后到达地面 试求到达地面瞬间的速度为多少 气球原来的高度为多少 落地前一秒所走的距离为多少 好同学 这个题目是一个自由落体的典型代表题目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自由落体是出速度为0的等加速度运动 而且它的加速度就是我们的重力加速度 如果题目没有特别强调带9.8公尺秒平方 如果题目给你10公尺秒平方你就带10 所以这种自由落体没有其他的因素 自由落体的VT图就是通过圆点 这个地方的斜率倾斜的重力加速度G A就是G 9.8公尺秒平方 好它说什么 它说5秒到达地面 所以这个对道的5 5乘以9.8 所以这里多少 49 那你不要忘了 VT图的面积 如果在水平面走的话 代表位移 如果在牵直面上就是什么 落下的高度 所以这落下的高度就是三角形面积 底层高除以2 底层高除以2 所以这里约掉 这个是24.5 所以这个乘起来是122.5公尺 所以它是从122.5公尺高的位置落下来 那凿地瞬间的速度就是多少 49 凿地瞬间的速度就是49 好 最后一个答案 凿地落地前1秒 很多同学说是第5秒 那落地前1秒那是不是第4秒内 错 你要记得 落地前1秒来 我们从这图形你来看 5秒凿地 那我落地前1秒用这个图形最清楚 这个地方凿地就是碰碰到地面 往前推1秒 往前推1秒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叫做 现在老师画红色的 梯形这一块面积 是不是叫凿地前1秒内 所以你记清楚 如果你是n秒凿地 你是n秒凿地的话 那我们凿地前1秒 凿地前 凿地碰到地面是一件事情 前1秒内 就是什么 第n秒内 这你要把它记好 这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5秒凿地 凿地前1秒内就是第5秒内 好 这个观念OK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问你 这一个梯形面积 这个对过来 4乘以9.8是多少 39.2 好 所以这个梯形面积就是多少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因为这个过程这个地方高是1秒 除以2 上底加下底 上底就是这个地方 上底39.2下底 乘以高除以2 这个就是我们第5秒内 凿地前1秒内 第5秒内 所以这个加起来是多少 88.2除以2 所以凿地前1秒内就是44.1公尺 好 所以第5秒内它总共走了44.1公尺 所以第一个答案 49公尺秒平方 第二提答案 整个气球员的高度122.5公尺 第三个答案 第5秒着地 第5秒内所走的距离就是44.1公尺 由禁止在高空中的气球落下 若到A点的时候速度是49公尺秒 若到B点的时候速度是98公尺秒 请问通过AB两点所需的时间是多少 好 一样是自由落体 一样是自由落体 只不过它在中间的过程 原来初速度为0 我们在中间的某一个A点 通过A点的时候 通过B点的时候 我们测它的速度 通过A点的时候是49 通过B点的时候是多少 98 它说问你AB所需要的时间是多少 来 自由落体的重力加速度 没有特别强调就是9.8公尺秒平方 所以它现在就问你说 这个T到底是多少 好啦 那就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 这个加速度就是我们的速度变化 除以什么 时间变化 那我们的现在的加速度就是9.8 9.8就会等于98-49 除以B-A B-A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差 就是T 好 所以这个算出来 这地方是49 这地方是T 所以T就是多少 5秒 所以代表说 从A到B的时间要5秒 从A到B的时间要5秒 好 这个地方5 那它问你说 这个A到B之间的距离 落下A到B的距离总共是多少 所以这个题目就在算什么 这个T型的面积 所以上底加下底乘以高 这个T是5除以2 所以这种题目你要特别小心喔 如果你只要一个算错后面跟着就会 第一题错后面第二题就会跟着 满一送一喔 这种题目要特别小心 好 所以这个算出来是 这里是 170 147 乘以5 除以2 好 所以这个答案算出来 这个约调 73.5 所以这里是 7 367.5公尺 蛮高的位置喔 所以AV2点的距离就是多少 367.5公尺 这塔顶自由落下的物体 在落地前一秒内所走的距离 是24.5公尺 试囚 食指落地的时间几秒 食指触地的时候 瞬间的速度是多少 这个塔有多高 跟这个物体整个过程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好 来 这个一样 从塔顶上面掉下来 没有其他的外力 只受地心引力 这就是什么 VT图的自由落体 出速度为0的等加速度运动 这一条线就是加速度 就是G9.8 好 他说什么 着地来 注意喔 着地前一秒 我们假设T秒着地 T秒着地 你要着地前一秒内 5秒着地 着地前一秒内 就是第5秒内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变成T-1 好 来了 他说这整个着地前一秒 这里是1喔 这个所走的距离是24.5公尺 请问到底这个T是多少 那很基本 来喔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笔值嘛 在我们函数里面 就是讲一个笔值嘛 斜率 这里T 这里对到的Y坐标就是9.8T 这里T-1 这里对到的就是9.8乘以什么 T-1嘛 好 那我们根据T型公式 来喔 上底加下底乘以高 你要注意一下喔 这个高是一秒钟喔 除以2 会等于多少 这一块面积24.5公尺 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 这是很基本的一个公式 好 乘过来49 就会等于 这里有9.8T 这里9.8T 两个9.8T 19.6T 这里乘进来有个-9.8 因为这里乘以1嘛 那我们2已经乘过来了 2我们已经乘过来了 好 移向过来 移向过来 移向过来就是58.8 会等于19.6T 那我们解出来T就会等于多少 3 好 所以代表说这一块石头 是3秒着地的 着地前一秒内就是第三秒内 好 开始我们一一的来回答问题 第一个 落地的时间 第一小题就是3秒 好 第二小题 他问说 着地时瞬间的速度带进去 9.8T 就会等于9.8乘以3 所以答案就是多少 29.4公尺秒 29.4公尺秒 所以第二题答案 着地时的瞬间 那一瞬间的速度是29.4 第三 塔到底有多高 来 塔到底有多高怎么算呢 就是算这整块的 老师现在画 画红色的好了 画红色的 这整块的面积就是塔的高度 就是塔的高度 那我们这边的T我们带3 我们这边的T带3 这边的T等于3 这边带多少 29.4 29.4 所以整块面积就是底层高 29.4乘以3 底层高除以2 底层高除以2 所以这个乘以2 2个约分 14 14.7 所以这里是多少 3 44.1 所以这个塔高多少 44.1公尺 44.1公尺的塔高 就是说这个高度是44.1 自由落下需要3秒钟 就到达地面 好 最后一个 他问你平均速度是多少 来 不要忘了喔 因为自由落体 它是等加速度 直线运动 所以这一块面积 全部的面积出于什么 时间就是平均速度了 它没有折返 所以第四个答案很基本 把第三个答案 44.1 跟第一个答案 这个相除 所以答案就是多少 14.7公尺秒 这就是它整个过程中的什么 平均速度 9.6公尺的井口 自由落下一个石头 要你求 从石头落下开始 到 打到水之后 水传回来的声音 到 听到水 听到这个石头挤水声 请问要经过几秒 好 这个题目同学要一个概念 这个如果是一口井的话 石头掉下来 石头整个掉下来的过程 是自由落体 然后 碰到水之后 碰到水之后 回来的是什么 回来的是声音 所以这一口井的高度 H 深度 H 是OK的 不变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算 这里是19.6 所以 下来的是石头 回去的是什么 声音 那你要知道 声音是等速度运动 好 那我们现在问你来回的声音加起来 请问几秒 好我们首先先算 上半部 上半部 上半部是自由落体 VT图 这个地方是19.6 19.6公尺 请问这个T是多少 不要忘了 这一条线 只要是自由落体 它的加速度就是9.8公尺秒平方 所以这里马上 马上就可以知道一个就可以对过来的 这是9.8T 好 19.6公尺 会等于底层高除以2 底层高除以2 这约掉4.9 这两个再约掉 这两个再约掉 刚好是4 所以T平方等于4 T就会等于2 代表说 下来的过程中2秒 那回去呢 19.6 回去只要简单的 距离除以声音的速度 声音的速度是340 声音的速度340 这简单的要除一下 我们来先约掉好了 这约掉的话是多少 9 9.8 再约掉170 再约一个4.9 再约一个85 好 没有办法再约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大概的除一下 4.9除以85的话 大约是0.05 比0.05多一点 这是425 所以这也是多少 5 6 0 所以算 我们算到小数点第三位 4125路就可以了 小数点第三位 4125路 所以这是多少 7 8864 7 0.057 所以大约是0.057秒 那如果415路取小数点两位的话 就大约多少 0.06秒 415路取两位的话 0.06秒 下去 石头回来声音 所以2加0.06秒 来回总共要2.06秒 来回大约是2.06秒的时间 从石头自由落下 打到井里面的水 水深 船上海 整个过程是2.06秒 从离地面 39.2公尺的楼顶自由落下 到着地 中间的空气阻力不计 任何摩擦力都不计 来 试求全部整个我们的行程中 前半的行程跟后半行程所需的时间比 那很多同学说 一半一半嘛 所以1比2 哪有那么简单 注意喔 因为我们的自由落体的VT图 它画出来的图形面积它是 什么 知道吧 它是一个三角形 这个地方是G是等于9.8 好 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前面 注意喔 这个地方是 我如果是H的话 这边是2分之H 这边也要2分之H喔 喔 这个问题来了 他问你这个时间比前半层跟后半层 来 所以我们前半层的时间 后半层的时间是这样子喔 所以前半层跟后半层的时间比 到底是几比几 来 首先我们来先算 这一个前半层跟全部的时间是多少 然后你再扣掉你就可以OK了 来 假设我们这里看一下 全部的时间 我们讲自由落下的时间全部是T 全部是T 那我们前半层 就前面一半 前半层的时间 我们前半层的时间 我们前半层的时间假设是A好了 就是走到这边我们时间是A 那我问你 相似三角形 注意 这个题目是用到相似三角形 这里跟这个地方的比 来面积比等于边长平方比 面积比等于边长平方比 所以来我们这里的面积来A平方 边长喔 比上T平方 看着喔看着喔 边长的平方比 要等于它的面积 注意它是一半 所以这里是1全部是2 所以要等于1比2 所以等于1比2 所以来看一下 这里来 内向乘内向外向乘外向 所以2A平方 会等于T平方 所以T就会等于根号2A喔 就是说如果前半层的时间是A的话 那全部的全程的时间 全程的时间 是不是就是根号2A 那后半层呢 那我们后半层的所需的时间呢 后半层所需的时间 这个T 这一个T'好了 来这个T' 就后半层 那是不是会等于T-A 小心喔 老师再跟你提醒一遍 这个A是这一个地方 从这里到这边这里是A 所以就会这个带进来 这边就是根号2A-A 所以就是根号2-1A 这是后半层 题目问什么 请问它们的时间的比值 好来数学里面比值 前半层是A 后半层是根号2-1A 所以约掉它们的比值 来我们这样写 这是前半层的时间 除以后半层的时间 所以来有理化 根号2-1 乘以根号2加1 上下乘以根号2加1 所以它们的比值 这个分母刚好1 它们的比值就是根号2加1 所以前半层所需的时间 跟后半层所需的时间 的比值 比值注意喔 它现在是要谁除以谁 是前半层除以后半层 对不对 前半层所以前半层需要的时间 会比较长 所以前半层除以后半层的比值 所以是根号2加1 根号2加1 注意一下 这种题目 看起来很多同学会觉得 一半嘛 所以这里就是1 这里是1 所以前面走一半 后面走一半 所以1比1 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这个题目很容易出现在选择题 很容易修理学生 因为同学会用直觉式的 就觉得一半一半 所以时间就是1比1 结果跟想象的完全都不一样 特别小心 6楼窗户把A往上投直 就我们这样子往上丢 B往前平抛 C让它自由落下 好 或者是甚至往下丢 都无所谓 自由落下或者是我们这样子丢 或者是这样子自由落下 都没关系喔 你不要有错觉喔 只要这个东西离开你的手之后 没有空气阻力的状况下 就只受到我们地球的地心引力作用 所以不管你是 不管你是往上丢 平抛 往下抛 或者是自由落体 或者是我们垂直上抛 离开手之后都只受什么 都只受我们的重力作用 所以我们这一题答案要选第4个 他们所受的力都是一样的 他们所受的力都是一样的 好底下 右图表是一个钢珠自由落下的部分情形 这个我们就子带打点 把这个 这个纸张 把这个钢珠 然后掉下去之后 把这个子带拉动 我们子带去打点 来 关键是这个 此图是二十分之一秒闪光一次的照相装置图 好就是点跟点之间的时间间隔 注意喔 点跟点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二十分之一秒 小心 但是你要看清楚 A B B C C珠 好 来这样子下来 你现在注意看一下 他问你 这个重力加速度是多少 因为他题目给我们的就是什么 A C C跟C珠 A C的高度差 A C的高度差是多少 10 再来 C珠 他们的高度差 C1 C1的高度差是20 但是你要记得喔 这个时间啊 A到C 还有C到E的时间 都是两个间隔喔 所以A到C的时间是两个间隔 是我们这个照相机 这个照片的周期的两倍 因为它是两个间隔 所以他们的时间间隔是十分之一秒 十分之一秒 十分之一秒 好 来 老师有跟同学提到过 如果你是等加速度运动的话 不管你是在踩刹车或者是你在加速 等加速度运动你的直带打点打出来的 它的间隔会乘等差 这等差可能会增加或者是减少 无所谓乘等差 这个就是标准的 你看一下喔 我们从图形里面你看到的 A C 10 然后C珠 C1 20 1到G 30 是不是他们的公差 10 20 30 公差是不是就是10 单位是什么 单位是10公分 好 10公分 那公差是10公分的话 你要知道 加速度就会等于 公差除以时间间隔的平方 来 这个公差就是10 时间间隔就是我们现在算出来的 为什么是十分之一 为什么不带二十分之一 因为它 A到C之间它是两个间隔 间隔距离 好所以这个答案平方 间隔这个地方 公差 这个间隔成等差的公差 除以时间间隔的平方 所以这个答案算出来就是1000公分秒平方 公分秒平方改成公尺的话 大约就10公尺秒平方 所以这个加速度就是10公尺秒平方 这是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 C点的速度 来 C点的速度 你找 对称 7点的速度会 刚好会等于什么 A到1的平均速度 A到1的平均速度 所以A1的距离 来喔 C点的顺时速度 C点的顺时速度 就会等于A1的平均速度 所以时间间隔是1 2 3 4 4 二十分之一秒 四个间隔 二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有四个 然后它的距离是10加20 所以这个答案 约掉之后 这个是三十五分之一 所以翻上去是150公分秒 所以C点的顺时速度 是150公分秒 150公分秒 好 这个就是我们很基本的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只要只带打点这种实验出来 间隔距离乘等差的话 它就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式子 特别注意 好底下 由起点落下20公分的时候 大概时间多少 因为我们加速度已经算出来 那时间就解决了 来 现在是20公分 来小心喔 这个题目 同学最容易错的是带错单位 因为这是VT图 如果问你20公分 因为我们加速度 现在算出来 这是公尺 所以第一格 它问你 你要写公尺秒平方 要写10 如果公分的话写1000 那因为它是20公分 20公分是0.2公尺 0.2公尺 他问你走0.2公尺的时候 到底需要多少时间 来 一样的 这个地方加速度 我们不能带9.8 因为我们算出来是10 所以这里加速度是10 所以这里是10T 所以底层高除以2 会等于0.2 好来 所以这个T平方 就会等于 这个地方就是0.4 再除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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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就是等于0.04 那T 就会等于多少 0.2秒 所以它的题目 问的是什么 请问 要到20公分 就是从自由落下 落下20公分的时候 需要几秒钟 所以第 第四 第三题 第三题的答案 第三题的答案 我们落下20公分的时候 需要几秒钟 就是我们0.2秒 0.2秒 第一题的答案是10公尺秒平方 第二题的 第二小题的答案是150公分秒 第三是落下20公分的时候 需要0.2秒 0.2秒 好 再来 它问你2秒内 如果是在2秒内 到底这个总共走了 多少距离 一个问你2秒内 一个问你2秒内 好 这个加速度只要搞定了 其实就不难了 后面两题是等于是在送分的 来 就是把自由落体的VT图 我们再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2秒内 什么叫第2秒内 因为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这个就不是难题了 来 这里的加速度 G是10 这个地方2秒 它第4小题问的是2秒内 第4小题问的是这整块 2秒内到底走多少 第5小题问的是 第2秒内 第2秒内就要扣掉什么 1秒的 第5 第5小题问的是这一个 所以你分清楚来就OK了 好 这个基本观念 好所以 一样 2 这里20 这里1 乘以10 这里是多少 所以第4题算的是这个整个三角形的面积 就是底乘高除以2 所以答案就是多少 20公尺 20公尺 第5题呢 第5题算的是这个红色的这个T型面积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小心喔 是1秒内喔 所以这个高要乘以1喔 从 第2秒内 第2秒内 就是第2秒这 1秒钟 1秒钟 所走的距离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除以2 所以答案是多少 15公尺 15公尺 所以这两题的答案是不一样 一个是问你2秒内走多少 一个问你 第2秒内走多少距离 所以第1题答案 10公尺秒平方 第2小题答案 150公分秒 第3题答案 0.2秒 第4题 20公尺 第5题 15公尺